P1 Copy 然后,我做一个新的,第一张 新增一个,3.0的 对不起,新增一张 这边要改成,宽度改成400,这个好像600 OK,好 然后,先开第一张,我们叫photo photo photo 好 我叫photo,然后老师就 贴,在中央贴上,这是我的photo,这张photo OK 点一下,这photo 好 然后,再来是,我要用这个 四个东西 Copy 好 放入一个,我再开新的一个 插入一个新增元件,这个叫做title 好 好,在中央贴上,这个title OK title,每一个title 然后把它 置中 好 然后 再来,我就要做它的内容 这边内容好了 1,2,3,4,内容 1,2,3,4,内容 所以 复制 好 插入新增元件,我这个叫做content 这张贴上 然后呢 置中 全部要置中 好,回到这边来 好,那我现在 先把做第一页 我这个,这一页 用蓝色的底 对不起 我们把它做全部显示 然后做蓝页的底 第一页做蓝页底 好 然后再放第二页 第二页我就抓出 它的photo进来放在这边 photo 把它photo抓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缩小 缩到这边来 photo 缩小 缩小 好 再来我要做 title title 抓到这边来 把它缩小 icide 再来它content 对不起 剪下来先 我title要放在另外一页 原地贴上 好 我再来下一页 放它content 一样 content 缩小 像 content 会比较小一点 有点不服他的 好,这个放这边好了 那这个放这边 否则放这边 ok 所以先对好他们的位置 确认他们位置对好了 先确认他们位置对好 ok 好,那我现在做动画了 做一个动画 好,我这个做到最这边来 插入影格 好,那这个照片我就来到这边 插入关键影格 好,那第一张呢 对不起,先不要 好,这一张呢 好,对了 直接到325就好了 插入关键影格 好,那第一张 我来到这边 我就做一个 这个 这张因为它是 那个 所以我要做一个特效 显示 就是 一开始 宽度我用0 然后这个高度用0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用一个传统界面 它就会放大 ok,好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来这边开始 好,那我从这边 我建构一个 动态 插入一个关键 最后一个动态 好,那 先不要 先第一个 我把这一点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那这边 插入一个关键影格 好 然后 我要做一个 这一页呢 移到这边来 变成一条线 好 然后做一个动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从这边 移动 移动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 ok,好 那后面就 把它补 补影格起来 补影格起来 所以它是这样动态的 好,那最后一个 才是这个 内容 内容 也是一样 放在这边 差不多来到这边 ok了 以后我们再把内容 好,这边再做一个 关键影格 好 那我们从第一个 移到这边来 好,这边用一个 关键影格 好,那我 对不起 对不起 用一个 空间 好,这样子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 念存心档 我们叫做 CV 可以做一个CV 动态的 先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页来做CV 好,那你可以把它后面放大一点 让它看久一点 我的CV就这样子做完了 CV 好,那做完了以后 我把这个CV是存在 跟我的目录同在一起 同Plan目录 所以 我这个 这个 诊识码 我改成CV 用3来改CV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已经不是我的 打开第一页就是这个CV 这动态的 这样 这样 会不会做 第一张就是这样子做完 好,那第二张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先做第一张